我自己自编自导自演的一首原创歌曲 说唱北京 先鼓掌后欣赏 鼓掌的都是董事长 谢谢鼓掌的好朋友 万里长城永不倒 来点掌声好不好 魅力北京五都城 政治文化大中心 代表中国欲世界 世界遗产美名扬 引经据点说历史 听我细细讲分享 故宫建筑盖天下 雕龙画风不简单 可能也这就是我的一种风格 就是接地气的大白话 我没有什么华丽的词语 我也华丽不了 但是我认为我自己的 这是我多年自己 悟出来的一个特点 勿忘历史永牢记 北京胖岛讲传承 讲传承 说传承 听我聊聊北京城 北京城的规矩多 听我慢慢跟您说 先说请 不说您 牢这些些用得轻 只排土不排外 一句心声 真痛快 你确实还是很值得鼓励的 因为我们有很多选手来 他觉得新媒体很好 抖音很好 什么什么都很好 就是没有试过 而你确实从一个 很普通的导游 甚至从一个按摩师 开始这么一步一步 去尝试新的 这个确实非常需要鼓励 我就是想创新一下 因为我这些年 没有人给我名师主录 所以我就 就想寻求这么一个 真正的名师 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 因为留下来的五盏灯 都是不同的企业 假如我现在的抖音号 让你来运营 你下一个发什么视频 我要发一个 就现在从一个修角的 那么一个小山沟里 走出来的一个孩子 能跟到我们大主持人 我岳母的偶像 站在一起 这是我最开心的一件事 发在我的抖音上 那取个名字叫什么呢 叫励志 再想一想 其实它是没有一个 清晰完整的思路的 也就是说 旅游才是它的根 如果脱离开旅游了之后 它就变成了无缘之水 来 我们进入职场行商课堂 招聘启示写道 我私包三餐 有期权激励 实行扁平化管理 薪资全行业最高 他就是想把 以你的所有的能力 潜力都挖出来 跟着这个企业一条心 一直走到底 我觉得这说的 就是我们公司 首先他告诉他 他认可你 他告诉你 包三餐是 我们公司的福利待遇好 有期权激励 告诉你有未来 扁平化管理 又是你的工作环境 总而言之 想告诉你的是 不管你的现在 还是你的未来 还是我们的福利待遇 我们都是现在行业最好 我怎么觉得 这种招聘器是 一眼看上你有点不太靠谱呢 我有一个问题 就想向大家请教一下 因为之前就是 网上也有个这样的段子 然后是这么解读的 我不知道解读准不准确 他说我们公司包三餐 就是我们公司要加班 加班时间不定 然后没有加班费 你可以死吃 但是多加班就好 然后有期权激励 就是创业公司 现在不能给到你什么承诺 所以就先告诉你说 说有期权鼓励 但是这是很后话 实行扁平化管理 领导跟我在一个屋 薪资全行业最高 没有年终奖 其实本质上它说明一点 就是这个企业 现在很需要人 或者说他们其实 还是非常重视人才 但是真正的企业说 这样到招聘时代上 这么写 确实并不多见了 就很极端很极端 就这样的招聘 感觉如果不是 这公司有什么问题的话 就一定是 这公司一定是一个早期公司 所以这说明它很单纯 无论外面会有多少的 这个花花事件 无论飞多高 不在乎飞多高 关键是安全平稳着地 我一定要着着地 来 第二轮选择去后来 还有两盏的 直接进入 谈钱不上感情 一万七千 这样的薪酬可以吗 底薪 曹总我觉得 我会创造更多的价值 你就直接说要它加多少 我的意思一定要一样 这样的话我会把所有的点子 所有这三十八年的 所有的这个接地气的 大白话的 最土著的思绪都给您 一万 不 这恰恰是我最担心的 你现在最需要的 不是说你如何去把你的想法 去肆意地去实施 而是踏踏实实回到 你导游旅游顾问的本身 职业上来 你先把旅游顾问这一项做好它 然后我们可以去探讨 你更多能力的东西 曹总我刚刚觉得相反 我觉得它可以从一个 按角的 人家表达成导游 以后来自己的读音 我觉得其实这媒体 刚刚好需要这种人 不要给自己一个框框 我们单单那个 没微博的主题 可以去到 一点力不一的人群再看 那我觉得其实 你会把你的影响力 放得更大 好 考虑十秒 都是你最后的选择 六人游 小黄鸭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去吧 虽然有点跑皮 这也是我的特点 没办法 这么多年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感觉 跑得还不算太大 跑得还算回来了 我对这个 六人游的 曹总的选择 我是很满意的 我们这个行业内 是有家的 所以我觉得也是合适的 我肯定要 重新的梳理一下 一匹野马 跑出去以后 毕竟这么多年了 要是把它拉回来 都需要一个过程 但是我坚信 努力也会有结果 在市场当中